講一下怎樣使用Creative Comments Creative Comments有兩部分 一個是內容可以用來使用 另一個是你自己是一個版權自有人 就把內容放出去 想問我是誰 我叫做Depettingsoul 我當年做研究是做Creative Comments隔離的東西 就叫做Free Open Source Software Creative Comments的研究是說 他做了一部份是由Free Open Source Software 引申出來的 我剛才也說過Creative Comments香港的項目 再開始過了 我做了一個項目 還有我總括現在是有開課程 苗費用都已經讀了 所以應該是大中華我是第一個讀的 是Certified Educator 我和一些好友都想推薦 Free Open Source Hong Kong Music就打開了Creative Open Technology 我們發覺有一個組織 譬如這裡 譬如這裏 譬如這裏 譬如Hong Kong有名義 我們也有名義 於是就開了一間 飛馬尼伯伯伯的Hong Kong Creative Open Technology Association 那這裏 我們先講一下 這個 這個 就是這個 知识产权是一个很古怪的东西 譬如你说这个章 我拥有这个章 我平时不停用这个章 我给你用,我就不可以用 但是知识或者创意的东西不是 你把你的创意告诉你 然后再告诉第三者,三个都知道的 那件事又不会由第一原创的人去 就是脑袋中会不见了 所以呢 Internetual property 是 不是我质识的 non-rival 即是说 就像一个苹果那样,不会一个吃了苹果 大概就不能吃 很奇怪,因为每个都有苹果吃 就是当你有一个意念的时候 那 那 其实copenright是 原本用来做什么呢 其中一个的源头 我们讲回美国的宪法里面 都其实已经有 有 即是说保护知识反决 其中一个重要的地方 就是 它保护的范围就是 science 和usual arts 那么呢 它的限制呢 就是limitize 有限期的 这个限制不是无限的 那么呢 就让一些法明家 有一些 有权利 那 有些作者 有权利 它们的写的东西 做的法明 那是 它们有权利去控制 这些 法明啊 写作啊 是 等它们可以维生的 但是limitize 为什么呢 它们都是 都是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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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这些的 发明 或者这些的 写作呢 其实 就 对社会 都是很有用的 就是对社会 都很有用的 比如 中国的文化 文化 诗 词 其实这些 对社会的文化 都是一些很重要的 所以 就不是作者 或者一个发明家 完全会拥有的 要平衡两面的 条例 所以 是很奇怪的 其实 刚才讲的 创意 其实 越多人认识就好 越多人认识就好 但是呢 它又用一个 奇怪的方法就是 限制創意 来鼓励創意 因为 这些作者 和发明家 可以 维生 但 像刚才说了 是有限期的 如果不然 社群的利益 就会受到侵害 其中一个最早的法令 《Statute of Anna》 是英国那边 那时 1710年 当时是要登记的 就是要登记的 首先登记的 可以有14年的限制 然后 他说 本书14年之后 还继续好卖 所以 你再登记14年 当然 结果的问题是 1998年 在美国 有一个 Copyright 限期的 extension 就是想将Copyright 这个限制的时间 再增强它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 现在Copyright 是不用登记的 你作品文 你画幅画 自动 Copyright 就会保护你的 那 保护的限制 就是 95年 这里写了95年 其实有几种 比如 公司买了版权 又怎么办 个人死了又怎么办 就是有几种 大概就95年 就是由 14加4 加4 加4加14 就变成95年 于是 刚才也说过 Copyright 的创建者 Professor Long 整个问题 很长 而公众的权力 就很侵害 于是 打官司 就说 这个extension 是 违反宪法的 因为 美国协计已经有党版权 但是 输了 那输了 那怎么办呢 不如 接作者自己 去 放弃一些权利 你问 如果版权 控制得太厉害 不如 作者放弃我这个权利 这个就是 Create Comments的 Licent 其实 刚才说 Copyright 是控制为主的 是的 有时 你真的不需要 控制 因为这些作品 你也想 多些人 多些人用 那你 多些人设理 对吧 那如果你 你可以说 哦 任用 其实 有时 有很多 如何为了任用 其实 Copyright 有很多条款 就写好了 其实 就算是 任用 那 什么为了任用 什么情况 有什么规矩要守 其实 已经做好了 于是 当你把作品放出来 或者别人用你的作品 用了它的作品 大家都会明白 这个介绍在哪里 所以 融起来 当时 就不用担心 会误夺这个法案 那 刚才也展示过 这个视频 就是 Copyright 是的 控制少了 那是否真的 人本主要控制呢 于是说 去到 去到 出的那个 report 就说 咦 究竟多少人 是用 Grey Coleman 放些材料出来 那就是 1.46 billion 的作品 是放了出来的 不算 所以 都有很多人 去用这个 做法 其实 就说 有几个 可能 最普通的就是 All-right Reserve 就是所有 你要 如何用作品 全部都要用作者 可能要付钱 等等 等等 一个就是 Public Domain Public Domain 就是说 完全不用 这个 版权来控制 甚至 这些Public Domain 是连作者名 都不用说的 即出处都不用说的 就看 你在哪个国家的Public Domain 的系统 而Grey Coleman 就在 全部有用制 和全部没有副制 中间 就有 四个 不同的限制 第一个限制 就是 要说出处 或者 香港版本法 叫做处名 接着 另一个限制 可能 你不想 其他人 拿来赚钱 就叫做 或者 你又不想 改 叫做 no derivative works 或者 就是 我这么好了 放出来 给大家用 如果有人 拿来改 用 特别是改 都要用 都要分享 出来 所以 第三和 第四个分点 第三和 就是 它是 它是 就是 相同 方式 就是说 如果我没有第三 只是第四 是的 三和四 不可以同时存在 因为 下一个slide 就会说 是的 你说得非常适合 三和四 是不可以同时存在的 所以 你看到 用 刚才那四个限制 而变 就变了六个 拉扇 你看到 这个圆圈 转转下 那个就是 share like no derivative 就是等于 所以你发现 这两个符合 是不会同时存在的 OK 于是 有些什么 最无限制 就是 卖 就是 你只要引用 它 就怎样用 就行了 直至 就是 你要引用 你不准拿来 赚钱 又不准改 是的 或者你不准拿来 赚钱 但是如果你改了 都要分享 或者你可以拿来赚钱 但是不准改 或者可以拿来赚钱 不可以拿来赚钱 或者 不可以拿来赚钱 但是要改了之后 要分享 所以是有 这六个 是的 中文名就是这样的 是 是的 中文名就是这样的 那么 相同分析共享 如果我是 我的衍生方法不同了 但我就要用 相同分析先 是啊 就是你改了它 然后你改了那一个作品 你也是用 但是要有一些 如果你是一个文章 那我拍那张 文章就變成了一條電 早前我可以私下的分數就好 是的 Medium不關事 其實當你有這個填款之後 其實都有一三層的結構 這是什麼呢? 第一層就是剛才說 CC是一個法律的條款 譬如有時候買一些電腦 或者買一些產品都會發覺 無緣無故說明書裡面有一堆東西 介定你買了這個東西有保障 但如果你用它的時候 證明自己又不包裹 其實Creativements也是一個法律的條款 譬如說作者控制BFR 用戶有什麼自由 所以就是這個曲 但這個曲經常人都沒有時間去看 於是叫做common deeds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解釋 究竟這個曲有什麼 一個簡單的簡介 然後下面有叫Machine Readable 的Dual Code 這樣就比較容易解釋 那Dual Code是什麼呢? Dual Code就是剛才說的 一些法律的條文 就說Great Comments是什麼 接著就說什麼是Attribution 如何做到Attribution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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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東西 但這些當然少被人看 於是就有 Creativements做了一個很簡單的一頁 就是說 如果你用這個Attribution 4.0 你可以去分享 將這個作品 在不同的 在體 或者格式去分享 還有你可以用來改的 因為Attribution 4.0 沒有說 不能改的 等等等等 其實就有一個簡單的法律 要去解釋 然後呢 當你把這個作品 放在網上 那時候 其實它都會 整理一些 數碼的內容 當你把這堆東西 放在網站上 就是你分享那個網人 那些 搜尋者就知道 這是一個CC的作品 因為如果你用Google 做搜尋 其實也有一個位置 可以讓你選擇 特別是要選擇CC的作品 那為什麼Google 不知道這個網人 是因為 當一些人用CC放出來 你把這些碼 這些碼 它在網站幫你搞的 那你把它貼在網站 那些搜尋者就知道 這是一個CC放出來的作品 那說回歷史 我已經說了一點 那 2001年開始 2002年 其實是透過 跟一些 音樂人 作家去談 如果我們想搞一些條款出來 那你想有什麼限制 或者你想沒有什麼限制 於是就 找到這四樣東西出來 就是 然後再 就是因為創作人想有這些不同的東西 可以選擇 於是就出了六個拉筍 然後 2004年台灣那邊 就開始有他們的本地的 chapter 然後2006年大陸有 2008年香港才有的 那就是 那就是 那時候 Professor Yim Chan 你也可能認識 對 對 對 那時候 Rebecca McKinnon 幫忙搞 對 那 為什麼在這裡 因為 那時候是小機 所以沒有關於小機 那時候他們就在這裡 對 有一個Launch 又是有不同的Session 那 對了 那 就 這個 忘記放進去 對 那 那 如果大家想知道 一些關於 的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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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是可以讀的 我那時候 讀 2000多 那時候 對 2000多 那 都 OK 到 所以 某程度上 我都算熟 但是 都覺得 都要花點時間 但是 美國那邊 現在 有 就是 有些 在學校做 Administrator 或者Library 因為美國那邊 正在推動 一些 Open Education Resources 是的 就不知道 香港什麼時候 我會見到 香港 我想 結果都會的 但是 你知道香港不知道什麼時候 是的 於是我先讀了 那 在 在 說 怎樣找一些CC的東西 的時候 就在 CC上一個月 的 5.3 那裡 就是有 於是 看一下 我 要找回 網絡 就是 就是 這個就是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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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去右邊 就有 Certificate Resources 資料可以下載或按下網上發揮 5.22 這部分是給老師找一些開放教育內容 其中一個找法是有個名單 這裡有很多講的教育內容 但最普通的內容是有CC搜尋的地方 在CC的網站有一個搜尋的機制 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打進去 你只要打 它有個位置就是 你只要打進去 就可以了 這樣吧 好 好 好 其實不用怕 因為我已經預料到它買 這樣就用了這件事 其實它就是有個簡單的搜尋程 你只要把東西打進去 你只要把東西打進去 這樣就可以 這東西打進去 就能找到 這東西打進去 這個就是舊版的 你只要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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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用哪個搜尋程 其實是有不同的 例如 Fricker 就是它會說 Image 譬如你所說的 相片就找Fricker 你用Google image 等等等等 你又可以選擇 究竟你是 你找相片 找背景音樂 找video 等等等等 首先你選擇其中一個 然後你選擇究竟是否是商業的 只能改變的等等 然後你選擇你自己想要的東西 譬如說要我 哦 按選擇 這樣便會出一些內容給你 於是他們會回到有關的網站 找一些可以給予分享的 當你選擇了一個圖畫 那這些全部都是CCY的 是呀 然後應該可以進去 然後他會說這個圖畫是哪個 是哪個影子 然後是哪個拉伸 是哪個影子 對 你按下去應該有的 那如果你用新的搜尋 比如說是填滿面圖畫 就直接按吧 像是按摩圖畫 那它也會 那它便會 它快著快點 它會幫你 只要在文章或在文章出處的位置 用寫這堆文章 整句語都寫了 對,整句語都寫了 一會兒會說是怎樣引用 是的 Copy to Text 如果是 Powerpoint 多數會放在圖下面 或者放在 Powerpoint 最尾 或者是書 後面有一頁全部都寫在這個 這樣便會符合剛才的 legal code 裡面說 怎樣引用的 attribution 當你 attribution 後便可以發揮這個圖 這兩個 search 有好有不好 這個是新的 這個是新的 這個叫做CC Search點 Credit Comments Live 是最新的 是的 比較快手 但舊的你可以選擇去哪個網站 比如你 Media 是OK OK很容易 因為有很多 香港 有很多香港的圖片 你選擇這裡 比如這張圖片 很漂亮 你只要是 然後它又有 怎樣用這個 file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引用的方法 就是引用這個人 就是用這一句 新的 新的 有什麼不同 有什麼不同 好 一個叫做search 點 Credit Comments 點org 一個叫做 CC Search點 點org 對 寫得很低 新的 新的 也是 新的 是 舊的 很久了 舊的 用了很久了 舊的 會不會更新的 不是 舊的 要選擇 就是選擇 但它其實是 re-directed 你回到 不同的網站 新的 就沒有了 這層 你就 打字 然後搜尋 新的 還有剛才的 attribution 舊的 網站 有些 會幫你做 attribution 有些 有些 會幫你做 attribution 有些 對了 有些 就是 這個 School Search 這個 是香港的 你選擇 圖片 有很多 香港的圖畫 然後 其實有一個 tool 裡面 都有usage light usage light 可以懷疑 是否可以用來 re 可以用來改 是的 這個其實就是 都是用了一些 create comments的方法來找 一些資訊 是的 其實你在google 選擇tools 然後選擇 選擇它 有什麼版權都可以找到 所以 所以 都不只一定要進去 你拍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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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一定要進去 greate comments 去搜尋 你按tool 裡面 選擇 選擇 也有 它也是用 而為什麼剛才 有些什麼 Digital 的 曲 就是 告訴google 總之這幅圈 是剛才收出來的 對 對 對 那 那 那 當然 之後 說了 就是之後 在網上網的教材 你自己也看看 究竟對用 那 remix的 你不說了 remix的 就是把幾種不同的內容混合起來 但是那個是比較深的 OK 然後 剛才就說了 其實你看到 那些 六個license 它都是要求你要attribution 每個都是attribution 那怎樣做attribution 這個叫做marketing 對 那 它也是 那 它是 一 一 一 它就是 一 那 剛才所說的CC Certificate 是一個下載版本 所以有一個叫Marking,Marking是包四項目的 就叫做TASL,而最全面的Marking就是這些 剛才提到的作品,題目叫什麼,作品叫什麼 它從哪裡來,我很多時候都是一些網上的作品 找回原本的網站在哪裡 還有License,大家也不知道 它用CC,Buy還是CC的Essay等等 來分享 Marking有兩方面 一個是,如果你是自己作者 你拍一張照片 你也會告訴別人,這張照片是給你們用的 然後你跟Create Comments Attribution 2.0 條款這樣用 你們可以自己用,就不用問我了 我自動會給你用的 那都算是2.0,4.0 有分別嗎? 是,因為那個條款,那些人不斷用 就是Create Comments 那方,那個可說也都會發覺 咦,有些人發覺用了 有些條款的位置可以寫好些 或者有些新的科技想加進去 於是,它就會有些新的條款 所以如果我要提供同學 例如他們做一些醫工科 例如前進了一張Flyer 或者一些照片 或者教授同學放在他們CC 我會考慮用4.0 其實4.0是可以的 但是呢,如果再講技術 即是技術深一點 我個人會覺得是 因為舊時 怎樣呢 這張CC的條款 舊時會叫每個不同的地方 那些法律的專家 就把那些條款 合乎本地法律去寫多一次 那,Alice Lee都有幫手 那會用一些詞語 例如剛才Attribution Attribution 或者儲名 儲名是香港法律用的 例如C.C.Hong Kong 3.0 它有說 如果有些什麼訴訟 就會要回到一個香港的法院去處理 所以如果你要用這個香港3.0 如果你是一個香港的作者 是有好處的 4.0其實就是 它就發覺 各個地方都要 要 要 用本地法律適應 這樣就 辛苦 不如我們寫一條條款 是全世界這樣用吧 還有它都覺得 3.0都 處理了很多問題 很多國家的特別的問題 他們都處理過 那它想著寫一條 全世界通用 這個就是4.0的特色 就是 全世界通用 但是 一般情況 我覺得分別都不太大 因為 很老實說 會去到訴訟的情況都很好笑 很老實說 誰有錢打官司 但如果 你真的 很技術地分析 是 即是 C.Hong Kong 3.0 是 監獄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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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用其他人的作品 都是要 說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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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是誰作的,用什麼訊息,在哪裡找 或者這個就比較詳細,基本上有些一句就搞定 例如我都OK、懶 例如這裡,我都OK、懶,一個就搞定 很懶 現在的requirement至少是 至少是,他推薦你至少是 sourced and license 最最低的sourced and license 四點鐘 我覺得有點難費 都OK的 所以你用的時候就要 說回出處 如果你自己是一個作者的話 你想去分享這些內容 首先你要想一下 你是否想分享這個內容 首先你是不是願意放棄 首先你是不是 如果有人用了你的內容 他又不問過你 可以不可以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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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有人用了你的內容 但是沒有直接 email 問你 他只是 就是 剛才我都說了 用marking 就是在他用的時 引用 你是哪一個作者 你的內容是哪一個 我用CC license 去 的條款 我跟回條款 你做 這樣就定了你了 如果你是OK的 就繼續 如果OK 就不用進入這個 因為很大問題 OK 然後呢 然後呢 再會說 你是否給他改 那 如果你說給他改 那 那 你 給不給他改了內容 或者就算不改 就這樣用 那 你給不給他賺錢呢 首先 如果你不給他改 但是給他賺錢呢 就用attribution no directive 如果給他改 不給他賺錢呢 就用attribution nonconversion 和no directive 對 然後呢 你就會說 OK 那 那 如果是 你給他改的 但是你當他改的時候呢 你都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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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要放出來的 那 就叫做 當他改你的內容 remix 但是他呢 就會 呃 不如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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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這個書家是讓你選擇那六個拉寸 當你選擇完那六個拉寸之後 你未必需要在網上印書 你在書的某個地方就不清楚 這本書是用CC放出來大家可以拿去印 在網上就像剛才那樣做一個Market 這幅圖是用CC放出來的 我也做了一個示範 這堆東西在CC的網站也有一個小小的工具可以幫大家 例如它 你去它的網站 你就會去到 你會去到這裏 分享你的工作 於是它便會問你剛才的問題 你會問你能否給予人改 是可以給予人改的 但是你不想人家拿來賺錢 於是你便會得到一個CC RTribution和Conversial的拉寸 於是當你分享內容的時候 它會給你一個圖案 它會告訴你怎樣做這一個圖案 這一個圖案的網上 如果你懂得搞網站 就叫做HDR Code 就是這堆圖案 當你把這堆圖案搭上去的時候 按搜索圖案 即是Google就會知道 這個作品是用這個圖案放出來的 那我的作品上載在哪裏? 還說的 那要看你自己 不用上載的作品? 那要看你 例如你在HKU上載的HKU上載的網站 但不用上載在HKC上載的網站? 不用的 剛才不是有很多不同的網站 例如維基百科 一些相片分享的平台 其實這裏是有個故事的 因為開手 在HKU上載在HKU上載的網站 但他們發現他們沒有資源 因為如果那個網站被人攻擊 或者放了一些合法的作品 他們就會去打公司 但現在很多人想自己去影網站 自己去有自己分享的方法 於是 為什麽說 剛才有一個Digital Code 就會 說回 給搜尋圈轉 於是就靠搜尋圈轉 周個網去找 當我搜尋圈找到這句 這句 A R E L等於Risen 他們就會知道 原來有Create Comments 所以剛才我做這個步驟 就是拿了那個Icon 拿了那個Icon 那個Icon 就是其實是Jane這句 但當你拿了Icon之外 他都會有一個人看不明白的曲 但是呢 搜尋圈怎會看這個曲 就知道 哦 即是說 這個作品是用你今晚訪會出來的 不好意思 我很不聽你 我想問我拿了這句 和下面那個Digital Code之後 我跟著和我的作品 我怎樣 可以聽你做嗎 你就要去找個 我不是看一個 ями碰在我網上網上網上 就是說 那搜尋圈總會認得 這個是一個用kreate Comments 做的作品 而當你剛才用Google Search 去找這個地方的時候 Google就會認得那個拉扇 我是否按下去我的網站 這個? 我很多網站都不認識這些 認識的 認識的 我都不認識 你也認識的 我拿了你這個 我買了一張照片 它的網站是一個 就是一個價格給它 對 它應該都可以 因為這個東西叫HTML 你應該可以改一些HTML 就是有Page上去 對 這個就是你怎樣放出去 怎樣放出去的方法 這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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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 先說到這裡 其實有什麼想問 對 我其實真的想 回答給我的同事和同學聽 他們實際可以怎樣做 對 剛剛要說就知道了 就是Page上去示範 因為你有張照片可以示範 對 有張照片示範 對 如果我有張照片 我有一篇文 例如有一篇文 我放在我的網站上 是 那我又拿了一個 就是 這個 就是 這個 這個 我跟著 在這個網站 我亦都不太怕 我怎樣去顯示這個事 但是 這是 不用想 就是 真的 買了一個 就買了個 就找了個 網站 我找到一個 網站 是 那 你要再 ESRI 就是 emerging 一下 整個 十五點 KU XKU是甚麼 KE 你會去到我們的網站 這個 我們拍很多文章和照片 如果我譬如某一張想分享 這個不是他 這個不是這個 是這個 是這個 但我們有照片 如果我想用CC去分享 現在是Analize Reserved 如果我想用CC 我想去Enterage 學學個科技 好了 我拿了一個 Digital Code 然後我應該怎樣做 Digital Code Digital Code 大概1 cara Bip Digital Code 這對是GTA 需要消失 Digital Code Mini Digital Code Digital Code Cuzil Bip 這個 暫時不知道你們怎樣處理 我們這套東西是自己開發的 我們會委託一下公司網絡的網絡 好的 我簡單來說多數 多數如果你們有一個公司幫你們製作網站 你又可以自己更新資訊 那就會有… 有個CMA嗎? 是呀 即是你說 HALO HALO完之後 你可以用一些B 其實它在後面是有一堆曲 這堆叫做HTML曲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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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按HTML的按鈕呢 那便可以做得到 或者是… 那... 那… 那就是這個製作 那 一些… 有键叫Source 这里有些字又大又小 按Source便会变成一堆图 当你变成一堆图 我们将刚才的堆图放进去 按Source便会变成一堆图 即是这样 一堆图 先拆开 Copy 放大 放大 平时是这样 按Source 然后放 Sumwhere 对 便会变成这个 有这样的 对 有这样的 应该多数有个Source 或者叫Source 按到它 接着你 你摆错位都没有时间 便会变成一堆图 我摆了尾 可以 接着你便会变成一堆图 你先放进去 然后再用这个铁链 刷前下 刷座 可以 这样 你可以先用这个 选择 接着这堆图 抄换 好 明白 是的 这样 这样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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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基本上 是 如果想 例如我 去Ficker E-RM Ficker 我自己有选择 对 对 Ficker Ficker 有选择 always to serve 对 那我已经在那里 搞了 搞了 对 就不想再去 但是你最好在一个网站 再说 那些人便知道 就是一个好处就是 那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用你这张照片 就帮你一个宣传的功效 就是用你的这张照片 就说 哦 这个也是Hong Kong U 是 你看到一个 刚才说的 Hong Kong 其实它是有一个宣传的效果 会说是 对 就是这样 咦 这么有趣的 这张照片 这么多个CC 原来是个蛋糕照片 嗯 还要是San Francisco 那边 去庆祝Ficker 十年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宣传的效果 我想问一下 H Ficker 的整块 刚才那个 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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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一些 一个 standard template 这样去做 其实 这里 比较简单 其实 这里有个 详细的解释 叫做Wiki comments.org 市场 市场 里面 是有很多 不同的 建议 哦 那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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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很多 例如你在 影片里面 怎么做 嗯 嗯 其实 很多例子 是啊 那怎么做呢 嗯 是啊 那接着 它会 在网站又怎么办 比如你说在这段影片 那它呢 就会 在影片最后 会加 Attribution 等等 所以它是不同的 媒体也会 提供 各个媒体 是怎么办 这样的 就是这样 所以你也可以参考 那我再撿一撿 这份 东西 扔上去 或者给你 好